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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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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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就会连续停停四天 近期有些赛事慢步速 飞来得很古怪 现今马会有专人去看这些彩词 看这些落柱 不过这么多年来不知道有什么见书 当然这些是秘密 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赛事应该要研究一下 近期我自己觉得频密了 这种落飞 相应那场赛事跑出来 不是我们说 当然不一定预预期 但好像步速都错了 这场其实也是 这场短途有几个可慢到这么紧要 打算摆前那些又不在 没摆到 没错 不应该摆前那些又比较前 有些健康问题再出现 这场纳德交官 他自己起步本身也不快 然后刚才看 就是说赛因停赛那里 他就是 他本来你看到 潘顿是想拿出去移碟 赛因就立刻不让他 封了他的位置 其实那里就是把他塞回内栏 变成了你起步已经慢了 你中段已经没有机会 再去改变那个位置 不过那只马本身回来 都再有这些健康问题 发现到的 那这只纳德交官 就发现这个 右前腿就不良于行 再加上这个内规境检查 就发现气管内有很多血 一连两次的 上一次的气管内 上一次也算是跑到第三 所以就是 这么巧 变成了你明月生辉 回来又生日不正 这只纳德交官 又健康有事 不知道是否在那里查一下 查一下 整箱都未顶 那个位置那里